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得闹 更看门道 2023年4月11日 大谷香平迎来球季第三场先发主投 主场迎战国民队 一局上半首名打者Alex Cole 国民本场大概跟上一场随手的策略一致 尽量放掉大谷会滑出 掉出好球带的横向滑球 Cole在这个打席就成功选掉了两颗 逼着大谷走速球对决 结果投不进去 形成了保送 那下一棒Himer Candelario就选过头了 一方面大谷稍加调整能将横向滑球控进低位置好球带 一方面朱胜也捧场捡了一颗 然后再一颗掉出中间膝盖高好球带的横向滑球 相当晚才变化带极拐尾镜 打者做好准备都不一定打得到 挥空三阵出局 下一棒Dominix Smith 也是高位置横向滑球 制造右外野深远飞球出局 虽然差一点就飞出去 但也是因为仰角38度太高的原因 因为横向滑球带大幅横串 塞在高位置会让打者误判进雷点比较低 结果在球的下方挥空或打成高飞球 下一棒Joy Manassas 可以看到就是专注于选掉三颗大谷带隐忧性的横向滑球 最后得到四坏宝宋 两出局国民攻占一二壘 关键时刻大谷跟上一场对决的水手一样 突袭四逢宿球 同样能压地在内角膝盖高位置 虽然被打得强劲 但打在地上内也就有守备机会 一类手Jack Lambs 手下关键出局 二局上半首位打者Lan Thomas 同样选到宝宋上壘 下一棒CJ Abrams 低位置横向滑球穿插高位置速球迅速取得良好球 接着这颗球路掉到内角膝盖高位置制造挥棒落空 虽然横串15寸 但系统还是记录成滑球而非横向滑球 这是因为下坠多达43寸 大幅高于大谷横向滑球平均下坠35寸 但却能维持一样的横串幅度 有滑曲球Slurve的味道 下坠更多塞在低位置会让打者更难掌握 只能说大谷还在不断尝试进进他的滑球曲球家族 接着横向滑球解决下一棒Michael Chavez 下一棒Victor Robles 突袭高位置速球开场制造挥棒落空 值得注意的是大谷连续两场四逢二逢速球均速都有降速 有点宁愿降速追求能控在高低位置吹出伪劲的味道 接着横向滑球塞在外角膝盖高边边脚脚 迫使打者不得不出棒 但就是挥不到会空三阵出局 三局上基本维持速球 横向滑球穿插的配球模式 基本上横向滑球只要投的进去急拐尾镜 打者都掌握的不是很好 都打进场内出局 大谷成功拿下本场第一个三上三下 四局上一出局后 打者Cabot Louise对大谷的横向滑球滑去球选得不错 四坏保送上蕾 下一棒Lan Thomas 好不容易一轮缠斗选掉两颗偏外侧横向滑球 结果连续外角球入之后 大谷突然来一颗带16寸横串急拐的滑球 左右打者前门拐进去内角腰带高位置 真的是措手不及打者只好被拉掉三阵 接着外角膝盖高滑曲球被击出场地规则二雷安打 国民攻占二三类 下一棒Travis 一样是突袭诉求开场 外角近腰带高横向滑球对决 制造游击方向滚地球出局 五局上大谷连续两场投出畜生球 偏内侧横向滑球打到Vector Robles 大谷连续两场横向滑球已经被对手拟定攻击策略 也是导致本场四坏保送五次的原因之一 但大谷本场适时穿插四缝二缝速球以及卡特球等 一方面增加抢好球的机会 一方面扰乱对手 灵活搭配本场发挥不错的效果 但主要还是滑球家族实在太犀利 回到场上最后分别用横向滑球 直插球四缝速球 制造打进场内出局解决打者 六局上首名打者Joy Manassas 两颗二缝速球钻进内角先取得两好球 速度都不快 宁愿位置跟尾镜到位 再用膝盖高滑出外角的横向滑球 让打者出棒挥空 前面的布局球路空得进去 相对引诱球的效果也会比较好 接着差不多快慢搭配的模式 又突然蹦出一个脊椎到外角 膝盖高的大幅度曲球 而且还带11寸很串 让打者实在难以掌握挥空三阵出局 七局上一出局后 我们的大谷翔平先生又多了一颗新球种 就算近红中位置还是让Travis挥空 小哥姑且称之为慢滑曲球 速度比前速滑曲球慢10mI左右 下坠54寸没有到曲球60寸以上这么多 但又多于前速滑曲球约下坠43寸 同时横转17寸已经是横向滑球的吸力水准 不过最后还是保松了Travis 但面对下棒Roblox 大谷随即用一颗中间偏外角 膝盖高横向滑球 制造右侧方向滚地球形成双沙打 第二个 有限度对大谷翔平